有金曲獎風向球之稱的 2019年度十大專輯 暨十大單曲頒獎典禮 25號在台北流行音樂廳 舉行頒獎典禮 排文族歌手阿鮑R仍仍以母語音樂 同時南瓜十大最佳專輯 以及最佳單曲兩項大獎 另外還幫媽媽報回 單曲作詞人獎項 她表示 1-2-10是跟媽媽共同作詞 覺得用音樂學母語是最佳方式之一 這首歌是我跟我媽媽一起寫的 因為我本來不會唸一到十 然後就寫了這個歌之後 我就會唸到七 反正記不住的事情 用音樂來記錄真的很高 因為唱一唱你就會記住了 主辦單位表示 頒獎典禮已邁入23年 評審團每年都將 每月發行作品進行初選 經過層層關卡 決定各十名年度最佳專輯 跟單曲的得獎名單 而阿鮑跳脫華語音樂視角 以國際格局打造專輯 成功獲得評審青睞 詞曲作者一定要給他們肯定 而且好的歌曲 詞跟曲是不要分開的 那另外就是不需要報名 那我想這兩個重點 我們一直延續到現在 就是我們的精神一直貫穿著 那講究的是歌曲的創意 而面對下週進去獎頒獎典禮 今年以黑馬滋滋入圍八項大獎的 阿鮑表示 仍以平常心面對 但最近演唱工作時 的確發現非原名觀眾越來越多 台灣人對於不同語言歌曲接受度 逐漸提高 讓他相當開心 然後最近演唱會也是很多 非原住民族群的朋友來聽 我覺得很開心 就覺得現在的觀眾真的很棒 然後他們的耳朵跟心都打得很開 阿鮑音樂製作人領獎時也表示 在進行音樂製作時 剛開始連主語歌名都記不起來 一直到最後製作出整張專輯 雖然過程艱辛 但也是有趣的文化衝擊體驗 原是新聞LOWBO台北市採訪 我不會練習太多